今天搶播90塊 但已經看到了這個 要耽誤大家一點點 這個可能有反偶的機會 很多人喜歡早餐店奶茶 早餐店奶茶很多人說清腸胃 不過這看起來恐怕你光看了 就已經覺得清腸胃了 他的朋友在一間早餐店買奶茶的時候 喝完居然發現杯底 喝完才發現 有這麼一整支的喇牙屍體 讓他忍不住去跟老闆理論 老闆的反應居然是 我找他好久了 很多網友看到驚悚的照片之後 紛紛嚇傻說真的好噁心 也有人歪樓表示 人家是真的在做珍珠奶茶 蜘蛛的珠 珍珠奶茶 真的是佛心店家嗎 好 再來看到下面這個 要帶您關心一下 很多人都知道 新冠肺炎可能會造成快樂缺氧 所以很多人就是搶購血氧機 隨時偵測自己的血氧狀況 但是讓許多不肖的廠商 來賣假機器發災難財 ICU的醫師陳至今就在臉書分享 如何分辨真假血氧這些三大步驟 首先真品只有夾在人的手上或腳上 才會有數字顯示 好 這個就先打臉掉那個夾在這個娃娃上面 綿羊娃娃卻有心跳跟血氧了這件事 好 第二個運動後的心跳 要比你平常進止時明顯升高 如果差距不大就是假的 大家可以回去試試看 而最後則是避棄測試血氧是否有下降 先避棄看一看它有沒有下降 而恢復呼吸後血氧還是會持續下降 之後才會慢慢回升 這是人體自然的生理現象 因為心臟要把血液送到指尖是需要時間的 文章一出果真掉出許多人崩潰直呼說 糟糕 賣到假貨了 好 我們再來看到現在大家為什麼要這麼關心 就是因為被稱為大魔王的Delta病毒入侵本土 引發了全台的人心惶惶 但是考試院卻出來這麼一個公告 本月下旬三項的醫事國考錄取名額破萬 所以將繼續舉行 才分流進入考場使用午餐隔板等方式 說這是嚴謹高規格措施來落實考試防疫 很多的考生跟網友認為為什麼硬要舉辦呢 如果你這樣硬要辦 將造成上萬考生大規模的移動 絕對會是一個嚴重的防疫破口 紛紛湧進了考試院粉專留言批評說 難道我們的命就不是命嗎 這些配套措施的漏洞擺出 不相信就這麼一塊塑膠隔板 就能夠隔離掉病毒